同學好我們來看這個題目 試求下列各函數之導函數 第一題 f of x 等於 x 三次方 則我們要求一次微分等於多少 第二題 f of x 等於根號 x 則一次微分等於多少 第三題 f of x 等於 x 四次方分之一 則一次微分等於多少 好我們看一下我們要求導函數當然可以從定義去做計算 那我們也可以利用微分 微分的一個技巧可以更快的把它計算出來 好我們看一下第一個 第一題一次微分 微分的技巧就是把 x 的這個次方呢 往前乘 那次方本身要記得要減1 好以第一題來講 f of x 等於 3 往前乘變成 3 x 那次方要減1 x 的 3 減1次方 等於 3 x 平方 那第一個 我們就可以求出來 3 乘 x 的平方 那第二題的部分我們要改寫一下 好因為這是根號 x 那我們可以原式整理可以得到 f of x 等於 x 的 2 分之1次方 這個就是開根號的意思 那一樣我們要對它做一次微分 這個 次方呢 往前乘 那次方再減1 所以 f' of x 等於 2 分之1 乘上 x 的 2 分之1次方減1 好計算等於 2 分之1 x 的負 2 分之1次方 這邊變負的囉 負的 2 分之1次方 再把它改寫成等於 2 乘上根號 x 把這個乘下來變成都在分母 2 根號 x 分之1 那就是第二題的部分 好第三題的部分 原式整理 一樣我們把它整理一下 原式整理可以得到 f of x 等於 x 的負 4 次方 所以它一次微分呢 把這個次方呢 往前乘變成負 4 負 4 的 x 次方再減1 等於負 4 x 的負 5 次方 那我們把負 5 次方把它乘開 改寫可以等於 x 5 次方分之負 4 好那第三題 這樣就可以解出來了 炒3 0